嗨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我是莫妮卡 我们这个单元呢 学了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点 那就是第三格 在前两节课当中呢 第三格这个语法点呢 主要是通过主题 或者是在句子中来给大家讲解的 今天这节课 我们单独把这个语法点提炼出来 给大家讲一下第三格的用法 以及呢 比较重要的词尾的变化 当然了这节课的内容呢 是对我们这个单元所讲的 涉及到第三格 这个知识点的一个总结 只是对这个单元所讲的总结 所以呢我们第三格总结 一 之后呢还会继续的来给大家总结 好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三格 第三格 DATIVE 经常呢简写成 JRJ 后面一个点 DATIVE 第三格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格的用法和原则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进三动四 表示在某个地方 某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用第三格 表示有一个动态的过程 去某地的时候 我们用第四格 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表示地点 DATIVE表示方向 ACCUSATIVE 好 除此之外 有一些介词 它只能和第三格连用 比如说MIT NACH ZU 此外还要给大家讲两个介词 FUN和Bi 这两个介词呢 我们在之后的课程中呢 可能大家会涉及到 在这里呢 大家先把它记住 德语介词 MIT NACH ZU FUN Bi 后面只能和第三格连用 好 接下来 要进入到我们的词尾变化了 这个单元 我们涉及到了定贯词 不定贯词 以及物主代词 第三格的词尾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定贯词 这是代指阳性名词 阳性名词的定贯词 第一格是DAR 中性名词 定贯词 第一格是DAS 阴性名词 定贯词 第一格是D Pi L 指的是名词的附属 名词的附属 第一格 定贯词是D 好 下面我们要第三格了 我们在 总结 这个定贯词词尾变化的时候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我们之前课堂中所学的内容 比如说 DAR COFFER 我们之前学过 带着什么东西去旅行 DAR COFFER 行李箱 带着行李箱 MIT DIMM COFFER 变成DEM 下面来看DAS DAS AUTO 乘汽车去旅行 MIT DEM AUTO 同样也是DEM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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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RA MIT DER CAMERA 好 最后名词的附属 比如说 DI FROUNDER 朋友们 和朋友们 MIT DEN FROUNDEN 变成DEN 好 这是定贯词 下面我们来看 不定贯词 不定贯词后面 如果接的是阳性名词 做第一格的时候 I 一个 Kai 没有 如果后面接的是中性的名词 I Kai 如果后面接的是阴性名词 I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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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类是A 好 接下来是名词的附属 名词的附属 我们没有I 或者是I 因为不能说一个 但是我们有Kai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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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 词位仍然是A 好 这是第一格的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格 同样大家来 总结第三格的时候 可以把我们之前 所学过的内容呢 带进来 比如说 一辆火车 I ZUK 乘 一辆火车 MIT I NEM ZUK 字尾是AM 表示否定 Kai NEM 词位也是AM 和这个是一样的 好 下面我们看中性的名词 一辆汽车 AIN AUTO 乘一辆汽车 MIT I NEM AUTO 或者是MIT Kai NEM AUTO 接下来 阴性名词 比如说 一个照相机 EINE KAMERA 带着一个照相机 MIT EINE 字幕是AR 如果是没有 Kai NEM KAMERA 好 最后 名词的附属 如果是 没有 朋友 我不和朋友 一起去 Ich Gear MIT Kai Nen Freunden 词尾是AN 这是不定观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物主代词 物主代词一共有七种人称 在这里呢 我们七种人称的变化 他们的词尾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就用 我的来举例子 其他的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 物主代词如果后面 接的是阳性名词 第一个 比如说 我的爸爸 My Fat My 中性名词 比如说 我的 汽车 My Auto 一系名词 比如说 我的 母亲 My Ner Mutter 词尾要加上 A了 好 接下来是名词的附属 比如说 我的朋友们 My Ner Freunde 这是第一个的情况 同样 比如说 你的 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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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类推 他的 S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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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 现在 和我的爸爸 Meet my name 词位是 A M 中性名词 坐我的 汽车 Mit Meinem Auto 接下来 和我的 母亲 Mit Meine 词位是 AR Mutter 最后 和我的朋友们 Mit Meinen Freunden 词位是 A N 好 不管是 定管词 不定管词 还是物主代词 他们变成 第三格的时候 不同的 词性 我们的词尾 都是一样的 阳性名词 无论是 定管词 还是 不定管词 还是物主代词 变成第三格的时候 他的词尾 都是 A M 我们想一下 Dine I Nem Kai Nem My Nem 好 中性名词 中性名词 不论他的 定管词 不定管词 还是物主代词 在变成 第三格的时候 他的词尾 也是 A M 比如说 Dine Mit Dine Auto I Mit Einem Auto Mit Kai Nem Auto Mit Mainem Auto 好 接下来 音信名词 音信名词 不论是定管词 不定管词 还是物主代词 变成第三格的时候 词尾都是 A R 最后一个 名词的附属 名词的附属 词尾 定管词 不定管词 还有物主代词 变成第三格的时候 都是 A N 这是词尾的变化 下面变成第三格的时候 还有一个要注意你的地方 那就是 名词的附属 名词的附属 不仅要变前面的部分 而且这个名词本身 也要发生变化 在词尾加上 N或者是 AN 比如说 Der Freund Ein Freund 变成附属 Die Freund 词尾是A 现在要变成第三格 Mit Den Freunden 词尾变成了 AN 这就是名词 附属的变化 还有要注意的呢 是这个阳性名词的 弱变化 除了前面 阳性名词的前面 要变化之外 我们单词的本身 词尾呢 也要加上N 或者是 AN 比如说 Der Student 变成第三格 Mit Den Studenten 好 要注意的 着重注意的 是这个 Das Herz 因为 在这些阳性 弱变化的情况中 其他的名词 都是阳性名词 唯独只有这个 是中性的名词 Das Herz 变成第四个 Das Herz 变成第三个 Dem Hell Z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 这节课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核